那我们医学要解决的是老化还是疾病 我告诉各位 生老病史 医学真正要解决的是疾病 不是治疗老 老人治疗吗 如果老化人治疗 那以后就没有老人了 那这个还是人间吗 所以生老病史是一个自然规律 是不可能逆转的 怎么会有一种医学想去逆转它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他却不处理疾病 却处理异常 那除了我们前面说的会倒果为因 然后还有什么果生果 还会怎么样 说成一阵多因 还有将异常当疾病的过失 最重要还有一点 如果他这样做 还会怎么样 违反了什么 自然规律 因为自然规律 生老病史 这本来就是一个自然规律 而老是不应该去处理的 老只能延缓 而不是要治疗 对不对 那要延缓他是要靠怎么样 保健啊 运动 而不是靠医疗啊 那医疗去处理异常 那很显然已经超出怎么样 医疗范围 也违反了自然规律 我看一下 啊真的有人举手 还要检查 我昏啊 算我今天没有讲课 不过还好只有一个要去检查的 不检查的请举手 我看一下 说到这里我还是要讲几句 本来想下课 看你们还有人举手 我是在下不了台 如果你看得到的外表 会长出异常 那里面会不会长出异常 会不会 一定会 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所以你干嘛要去检查 来自寻烦恼呢 你要不要知道 你里面有多少异常 其实也很简单 你们看你们长的那一副德性 不就知道了吗 还要检查什么 再说 为什么 里面的异常 会让我们看不到 肚皮要把它遮盖起来 你知道肚皮把它包装起来 看到肚皮还比较好看 为什么肚皮要把它包装起来 因为里面太难看了 所以肚皮这一层意义 有一层含义 告诉我们是 里面的东西是 天机不可泄露 如果你们要把它泄露了 以后后果你们自行负责